今天我们来继续关注武汉的肺炎 那么您在片头听到的就是一位武汉人 他非常希望让世界让武汉湖北中国之外的人更多的了解武汉的疫情 但是他有一个现实的担忧 那就是他担心他会像您现在看到的方斌先生一样被抓去被控制起来被隔离 方斌先生我在2月2日也采访了他 2月10日他被相关方面控制了起来 到今天已经是第七天音讯全无了 感谢方斌先生 也感谢片头的这一位他们接受我的采访 让更多的人了解武汉真实的发生的那一切 原来说我说了干嘛呢 对吗 我跟你说了 我早些是个东方人 对吧 但我的立场我肯定共和我的国家好 我的祖国好 当然 当然我们还是 对我们总 以文量 很简单的 他的死为什么产生了这么的 我们国人这么做的愤怒呢 就是 以他的 以他的死 假如我们对政府的不法 简单的说法就是这样 又不敢直接表达 懂了吗 就直接要借助他的死 为什么称他为英雄啊 说实话 我不能为他的英雄啊 但是作为一个平凡人 作为一个医生 做了他应该做的事 但是他没有预警 懂了吗 信用医生没有 懂了吗 我是不会签那个训诀 是说的 明着说吧 懂了没有 你其实认为他做了屈服和妥协了 我理解 懂了没有 他凭什么当英雄 英雄就是 不会跟热尸力妥协 懂了吗 对不对 如果他说 用他的生命 看回来 他的尊严 明着说吧 就这样 为什么是当英雄的 当热射的 不会让你们 让我屈服 对不对 我有生命可以换 换回我的职责 那就是英雄啊 对不对 作为油管上的 非机构 媒体 作为最早的 同时也是比较 持续和密集 来关注武汉的肺炎的 公民记者 草根记者之一 我在最近 就加大了 对武汉人 对疫区 普通人的采访 我突出的感想就是 隔离在家 或者说 尽量减少出门的武汉人 都有非常的强烈的 表达的欲望 显而易见 他们承受了巨大的 心理的压力 同时呢 刚才透过这位 我采访的一位武汉人 他的说法呢就是 武汉人现在心里 有很大的委屈 敢怒 但不敢言 他们在某种意义上 是在等待着 英雄的出现 有这样的一位英雄 来揭批政府的 瞒报 迟报 漏报 谎报 来揭批这样的一些 官员的不作为 社区协调上的失效等等 但随着方斌 在2月10日的被失踪 公民记者陈秋实 稍微早一点 大概在2月6日左右的 被隔离 现在的公民记者 敢说话的草根记者 在武汉 应该是越来越少了 当然在我的频道里 您还可以看到我过往对一些 比较敢言的武汉人的采访 您可以到我的频道里 来看一看 当然这里可能要顺便 再插播一句 因为过往的关于 武汉肺炎的报道呢 已经被失去了 从广告来获得收益的可能性 所以呢 如果有可能 在您评论 订阅和点赞的同时 如果有可能 您行有余力 来欢迎您打赏 我把PayPal的地址 附在了视频的下面 非常的不好意思了 那么接下来我会再通报一些相关的消息 第一则消息 让人心痛 武汉的一位导演 家里五口人 死了四口 另外健在的一口 是他的儿子 在英国留学 那么现在根据大陆媒体的报道 湖北电影制片厂的导演 联绝部的主任 联络部的主任 也是导演 您现在画面上看到的这一位 替躺的 留着长头发的就是 长凯了 1月25日大年初一 长凯的父亲出现了武汉肺炎 感染症状 发烧咳嗽 呼吸困难 但到多家医院求诊 均被告知 没有床位接收 无奈回家自救 而长凯的父亲 在数天后就病重去世 根据大陆媒体的报道 湖北电影制片厂的工作人员就表示 长凯就告诉了他们 他的父亲在2月3日凌晨 于家中去世 而在此之前的2月2日 社区曾派医生去他们家 看过他的父亲 但由于病情发展太快 十几个小时之后 他的父亲就去世了 而噩耗不断 长凯的母亲随后在2月4日 被收治进武昌医院 于2月8日去世 长凯与姐姐一起照顾父母 长凯和她的姐姐也双双染病 长凯2月4日开始出现不适症状 2月9日傍晚7点过5分 被收治进入黄皮区人民医院 2月14日凌晨 长凯宣告不治 而紧接着当天下午 长凯的姐姐也去世 那么时间就是2月14日 情人节的下午 根据大陆媒体的报道 长凯在去世前还写下了遗言 讲述了求医男的过程 他说 辗转住家医院 哀求哭败 怎奈胃背言轻 床胃难觅 直至病入膏肓 错失医治良机 奄奄气息之中 广告 亲朋好友及 远在英伦 无儿 无一生 为子尽孝 为父尽责 为父爱妻 为人尽成 永别了我爱的人和爱我的人 那么事实上在长凯之前 我采访过一些武汉人 有一位武汉朋友就告诉我 在武汉很多的三口之家 四口之家 死两个人 老人因为没有交通工具 最后呢 从疑似 一直到没有确诊 就死在了家中的事情 应该说是数不胜数 如今 我相信 长凯的 经过媒体披露的 这样的真实的信息 坐实了我之前 采访的武汉人的说法 真的是让人心痛 那么同样在今天2月17日 我就打了武汉的相关的热线 包括12320 12345的市长专线等等 那么我就向他们请教 武汉市长 武汉市委 武汉市政府 有没有对长凯这样的 惨痛的悲剧进行解释和道歉 那我就被告知 需要我去看长江日报的报道 那么根据我现在的了解 武汉市的官方 没有对这样的悲剧 做任何的解释和道歉 而像长凯这样的家庭的悲剧 我相信 诚如武汉朋友所告诉我的 真的不会是个案 武汉人 疫区人的苦 痛和愤怒 相信每个人都会感受到 向市区的人默哀 向他们的亲朋好友问好 接下去的消息 中国的知识分子 不愿意为您现在看到的这一位 戴着口罩的衣尊来背黑锅 现在舆论普遍关注的就是 谁应该对武汉疫情的扩大 来付出责任 求是就在2月15日刊出了 2月3日习近平以第一人称来写的一篇文章 透过这篇文章 习近平看上去是在为自己来推脱责任 根据求是的文章 1月7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主持召开 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的会议时 就对疫情防控工作提出了要求 而另外一边乡 中国疾控中心主任高福 现在几乎成为了众矢之地 被不少民众斥责未尽通报的职责 那么根据香港明报的最新的消息 京城消息人士就指 在1月初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召开之前 中国疾控中心的有关报告 事实上已经成递给了中央 并建议立即在公共场所采取紧急防控措施 但由于临近农历新年 中央领导人就要求有关措施 不要影响节日气氛防控 因此错失了良机 同样是根据这样的一篇报道 京城消息人士还指出 在2019年12月底 武汉就传出了不明原因肺炎之后 中国疾控中心随即介入了解 到了2020年的1月初 疾控中心就向国家卫健委等中央部门 及中央领导通报了预警 认为这不明原因肺炎 有通过呼吸道传播的风险 应该立即采取行动 包括在公共场所防控等等 随着病例的增加 专家分析病毒后就认为 该病毒与SARS病毒相似度极高 中央应及早行动 那么以上都是来自香港的明报的消息 香港明报还特别提到了 高福先生在这一次疫情通报中的表现 消息人士就向明报透露 在向中共中央通报预警之后 1月6日高福就要求启动 中国疾病控制预防中心的 二级应急响应 这是高福充分利用其权限 调动了预警机制的一个结果 或者说是表现 但在1月7日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上 如何应对武汉不明原因的肺炎 并不是那次会议的重点 在会议上 中央领导人还要求要注意防范 但同时要求不要因此造成恐慌 而影响即将到来的农历的新年节日气氛 那么同样根据报道 在领导人轻描单写的指示下 湖北及武汉当局对肺炎仪式 也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 在已发生人传人的病例之后 湖北两会召开 武汉也举行了盛大的万家宴等聚会 京城消息人士 还特别透露 包括高福等专家在中央及地方均未高度重视疫情的情况下 就采取了包括在国际期刊发表论文这样的方式来预警 消息人士就特别指出 在制度的设置上 中国流行病学 传染病学等专家 必须向有关上级主管部门通报 才能发表论文 在消息的通报之后 我简单谈一点个人的看法 那就是在武汉的媒体 为周先旺来甩锅 在湖北的媒体 在一定程度上 为湖北的原省委书记 蒋超良先生来甩锅之后 香港媒体的报道 可以理解成为 包括高福在内的这样的中国的传染病学 流行病学顶级的专家学者和知识分子们 在为自己在甩锅 他们不愿意为武汉的疫情的扩大 对于武汉疫情通报过程中 存在着的迟报 漏报 瞒报和谎报来负责任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这也是销声匿迹一段时间的高福先生 所做的一次非常强有力的一次 舆情的反扑 因为事实上 此前一直就有所谓的风向 把批评的矛头就对准了 这样的一些专家和学者 当然专家学者们究竟要承担怎样的责任 还有待信息的进一步披露 但是不得不说 现在比较明确的就是 中国的官员们表现出的这种 无知 没有常识 以及这种缺少担当 对生命缺少基本的尊重 应该说表现得非常的清楚 这种清晰 不仅表现在武汉市市委市政府这个层面 还表现在湖北这个层面 再往上走一点 在中共中央的这些头头脑脑大大小小 一尊组长副组长 在这样的一个层面上 应该说也表现的是再清楚不过了 他们缺少常识 对高度的不确定性 带来的高度的潜在的危险 麻痹大意 不以为意 不以为然 对普通人的生命缺少基本的尊重 另外一方面 非常突出的 可以看出 当下的中国大大小小的官员们 缺少担当 地方官员是甩锅甩到党中央 周先旺就是一个例子 中央官员是两股战战到地方 李克强是其中的典型 最后 一尊贵族在北京满口花花 只剩的武汉市民两眼泪汪汪 现在中国的大大小小的官员们 在检讨 官媒和央媒都在批评 所谓的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 其实最大的问题 最要命的问题就是 中国的官员们既没有常识 也缺少担当 毛病不敢 饥饿成习 就算这一次的武汉疫情熬过去了 也没人能够担保 下一次保不准又有怎样的疫情 或者是大灾难会来到 可能还不用等另外一个17年 因为2003年 SARS非典的惨痛教训 一切如昨 应急机制的苍白 大小官员的蛮横 以及最高领导的不作为 叫2003年 可以说是有过制 而无不及 接下去的消息 今年的人大会议已经决定推迟 而全国政协会议也可能将延后举行 根据新华社的报道 中国的13届全国人大常委会 在24日将在北京举行16次会议 届时将审议延后召开 原定3月举行的第13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第三次会议决定草案 那么同时根据西方媒体的报道 预料中国全国政协会议也将延后举行 根据新华社的通稿 中共政治局常委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栗战书 今天2月17日上午就在人民大会堂主持委员长会议 决定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6次会议 在2月24日与北京举行 那么根据报道 委员长会议建议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6次会议 也就是24日举行了那次的会议 审议关于提醒审议全国人大常委会 关于推迟召开第13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第三次会议的决定草案的议案 审议有关任免等 严谨一概的说 就是今年的人民代表大会会议延迟了 那么根据相关媒体 包括中央社的报道 随着全国人大延后举行 今年的全国政协会议预料也会延后 今年的全国人大会议原定于3月5日召开 重点在于审议中国民法典草案 那么这一次人大代表会议的延后 就成为了1995年全国人大代表会议 固定在每年的3月5日起在北京召开 这样的方案实施以来的首度的延后 此前有媒体就指习近平先生不赞成两会的延后 但就目前情况来说 延后对于与会的代表委员 对北京市民以及这些大大小小的官员们 都可以说是长输了一口气 在今天节目的最后 您可以听到一首歌曲 歌曲的名字叫做 《疫情防控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那么改编策划 也就是作词 就是您现在看到的这一位诗人 他叫做赵良田四川延庭县人 就职于当地的文广心旅局 那么在中美贸易战谈判震撼时 他也创作了反美神曲贸易战 那么作词也是他 贸易战的曲就来自地道战的曲 那么感兴趣的朋友 可以在我的频道里看过往 我对赵良田先生的 关于贸易战的专访 回到《疫情防控》这首歌 它的曲调就来自《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所有的版权归相关的当事人所有 当然我现在想说的是 在武汉的朋友们 会有心思听这首歌 有心思唱这首歌吗 全国人命可要牢记 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第一一切心动平之会 五调一致在人的胜利 第一和全体共争人员 深圣往四重逢百千 第三一千一致人员 用标冲荡军中的西方 三大纪律我们要做到 八项注意前往今儿 第一心血风开逃命 不能信仰不能传仰 第二如果从一军来 主动隔离 主动报告 第三不能无法乱跑 不能随便去承热闹 第四七首有请消毒 请开门窗通过遥荒 第五我出门摇摇摇摇摇摇摇 如有陷阱一滴进圈堂 第六如果发了发伤 一愿就真不能迟到 第七愿你也能动武 最白一定要光满 第八肚人空来出家 恳蒙怪骗绝对心仰 尊守纪律 人人要死却 互相建筑 切莫为伴扬 防疫纪律 挑战要进行 人命动不处 所爱人命 万种一心 永远向前停 好 你真正 一定很反应 以上就是我的相关的采访 相关的播报 以及我的一些个人的看法 感谢您的收听收看 同时呢 也期待您的评论 订阅和打赏 来支持我本人 来支持大阳新闻频道 来支持独立的新闻报道 再一次的 我是乐歌 走进疫区 聆听疫区 普通人的声音 谢谢各位朋友 晚安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